你好,我叫Marrel 今年我25歲 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畢業 讀雙科 主修是讀市貿易 其實在我畢業之前 也有很多不同的兼職 試過很多不同的工種 包括服務性行業 也有文職後面的工作 甚至回到醫院、律師樓 其實也試過 但我覺得沒有一件事 是我覺得很喜歡 和能夠創造很大價值的事情 令我覺得人生的意義 應該不僅如此 所以機緣巧合 我都認識了保險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究竟有甚麼 這麼大的吸引之處呢 首先我覺得第一件事 這個行業是很閃閃發光的 我覺得 因為這個行業 一來它是一個朝陽行業 你永遠都會有人出生 會有人生老餅死 永遠都有一個需求在 所以再加上一些 很多現在的市場商 一些關於投資 關於金融的事情 其實永遠都不會沒落 這個行業 再加上我也是出身於一個商科 所以都會在想 會不會是一個偏向商業的行業 而我又能夠去找到一個更大的意義呢 因為可能我做銀行 可能做證券各樣 這些東西其實都只是圍繞著錢 當然做保險這個行業 我們都是會講錢的 都是有數字的 但是背後更大 能夠做出來的可能性 就是我可能 Claim一張支票給別人 或者可能我幫別人去做一個投資的時候 那個可能性就多些 價值也會大一點 人生意義也會豐盛一點 第二件事 就是我覺得這個行業 是幫到別人之餘 有幫到自己的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去幫別人Claim錢 去幫別人去投資 幫別人去賺錢 其實這些東西 當然其他可能做銀行 我都有機會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我曾經也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同學仔 以前的同學仔 差不多年紀 發生了一次意外 用了十多萬 家裏也是一些普通的家庭 當我拿著一張 十多萬的支票 去給他們一家人的時候 我都相信一輩子都會記住 那個畫面 別人的爸爸抓住我的手 去感激我的場景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上班是為甚麼 我們可能是為賺錢 再升華一點 我們可能是上班 是開心的 有意義的 我都很認同這個行業 是可以給我 因為除了可以做到一個時間自主之外 其實都是多勞多得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邁向一個財務自有的部分 這樣 用用意其實 我就覺得不是太難的 因為 真的 大家都是 曾經讀過書 大家都可能是大學畢業 這樣 變相我又會比較起以前讀書的 可能一些 量來講 再考牌也不算太困難的 可能背的東西會多一點 但是又不複雜 可能算數也需要一點 但是都是可以處理得到 所以都值得去嘗試